对于网传有关意大利签证暂停办理的消息 5月13日下午 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 意大利驻华大使馆以及意大利驻华各总领馆正常接受中国公民个人和团体意大利签证申请 在过去几个小时内流传的有关中国旅游团签证的消息是毫无根据的 网传截图显示所谓意大利签证暂停办理是与一个近期非法滞留意大利的400人温州旅游团有关 但据浙江当地媒体朝新闻5月12日报道 温州市旅行社行业协会副会长金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截至目前温州各大旅行社并没有发生游客滞留欧洲情况 温州地区目前也仅有一个由旅行社组织前往意大利的团队 是4月初有17个学生代表中国参加青少年足球比赛 其他最早前往意大利的旅游团计划在6月份出行 现在还没有办理签证 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同时表示 S团队旅游签证即将恢复 或授权的中国旅行社的注册工作正在进行中 请关注大使馆和各个总领馆的官方渠道来获取最新消息 公开资料显示 S团队旅游签证仅限于在被批准的一个国家内旅游 不可迁转不可延期 且必须团紧团出 疫情之前 意大利是中国游客赴欧洲旅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投资料显示